2018天猫精英奖继520亲子节发布会 于5月17日在上海中心盛大举行 由此正式拉开2018天猫亲子节各项活动的大幕 17日晚的天猫精英奖颁奖胜典上更是众星云集 其中作为育儿经验丰富的代表 小S、叶依倩等明星辣妈一登场就显示出超高人气 现场讲述与自己宝贝一起成长一起精彩的育儿故事时 也引发了到场观众的共鸣 跟孩子一起玩乐高 然后我们孩子都会都有学乐器 小乱仔是学这个架子舞和这个吉他 然后Sandy是小低琴 然后我就会有时间的话 我都会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练琴 然后他们喜欢玩一些业余的什么扑克啊 然后那个乐高啊什么的 小S当天身着一件金色低胸开叉长裙 露出美腿大秀好身材 现场话题女王小S被问到为何会在直播的时候痛哭 兴致口快的小S坦言回应 每次哭都是因为感动或者感谢 我来比如内地工作了好几天 然后他们竟然一通电话都没有传给我 或者打来 然后我就很火大 我就打给他们说 怎么样艾琳 你现在是转起来是不是 妈妈工作这么多 今天你都不想我 他就会说 那你以前工作的时候 你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打电话烦你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烦你啊 我说我现在很需要你们 我归于你们以后每天只要打一通 然后他们现在就还是都不打给我 我手机机弄完就没有听到我们对我的呼喊 所以这一点我还蛮失落的